黎明要当爸爸,前妻乐今儿论回应现任和他长得像,和我不像,可能和他像,竟意外揭发南方最爱的人。 黎明要当爸爸,前妻乐今儿论回应现任和他长得像,和我不像,可能和他像,竟意外揭发南方最爱的人。 黎明公开回应绯闻不说,孩子倒已经升级等父亲。 终于四大天王的最后一个天王感情陈埃落定不说,竟然还直接升级。 看住黎明的感情有了结果,他的两个前任再次被关注,一个是前妻乐今儿,一个是舒奇。 黎明的现任被曝光之后,网友直呼黎明的口味可能因为舒奇而一直没变,在狠人多眼里,乐今儿和舒奇很像,时下这个现任和乐今儿舒奇也很像。 乐今儿和舒奇想象的地方就是都有一个性感的厚嘴唇。 国人形容美女时喜欢用的一个词汇是,樱桃小嘴。 但是舒奇和乐今儿却没有美女们标配的樱桃小嘴,但是他们俩看起来照样是绝对的女神范儿,就是因为他们的嘴唇才让他们整张连接细度极高。 被指长和像也就有情可原了。 同为黎明的前任,舒奇匆忙结婚一直被指应该是凤子成婚,而且就舒奇婚后多次修肩穿住打扮也被指孕妇既是感,可惜的一直到今天舒奇的肚子也没人的动静。 乐今儿和黎明在一起的时候,曾经被传流产,都今天流传的版本好像都是说乐今儿想早点要跟孩子,黎明却很抗拒。 到黎明今天被报升级做父亲现现出很明显的幸福感时,有人觉得当时被传他不想要孩子可能只是传说而已。 说来乐今儿绝对可能称为中国好前面,在黎明被传脸上女助理的时候,乐今儿就很真心地为黎明祝福。 老娘爸也很大方,我不知道,不过好多人打电话给我,突然又跟我有关系。 总之恭喜他,希望孩子可爱,多生几个,祝他们顺顺利利生个健康宝宝,替他们感到开心。 会不会发个恭喜简讯给他? 不会,但等宝宝出生后,会送份礼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送什么 还没定 都不知道是儿子还是女儿 之后被问及到 有人说黎明现任阿温像你 乐奇尔回应 那一定不像了 我觉得亚洲人都长得差不多 我出道时有人说我像舒奇 我根本不像舒奇 可能他像舒奇呢 看住乐奇尔否认自己和舒奇像 却说这个阿温和舒奇可能像 网友也觉得乐奇尔的回应很得体 至于说否认和舒奇像 否认黎明现任和他像 可能是就算和黎明已经离婚 也不想做舒奇的替代品吧 如今不少商家促销有个手段 那就是限量版 特别是女人 对限量版总是趋之入 为的就是不想属于自己的任何东西 和别的女人撞上 所以对乐奇尔来说 也是想让自己成为限量版 不想被指向谁 也不想谁想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